今天约我来干嘛 亲爱的 人家最近快生日了 看上了一个两万的包包 谁送我 今晚就跟谁坐咯 啊 海王拜金语 有意思 宝贝 生日快乐 就两根口红 你打发几根呢 我看你很喜欢这个牌子 你今天约我出来 因为就是为了给我两根口红吧 莉莉男朋友 怎么都是上万的东西 你让我在他们面前 怎么抬着起头 你又买了轻车啊 换车的速度 换女朋友还快啊 这样吧 你起码送个口红套装吧 你现在去买 我在这等你 好 我现在去买 小姐 有事吗 小哥哥 你会看手相吗 我会 哎呀 小哥哥 你命里 缺点东西 缺什么 缺个我呀 你喝咖啡啊 我试试 嗯 好苦 你一定过得很甜吧 才喝得下这么苦的咖啡 你就要 不怕你男朋友知道吗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 有 有 有 你这是 哦 帅主回来了 不是的 他就是我一条舔狗 你 绿女又怎样 又丑又穷的 你配得上我吗 走 我们去更高低的地方去吧 看清她的真面目了吧 我新交了个女朋友 听说很拜金 你们能帮我验证一下吗 包在我们身上 等着看反转吧 我现在去处理点事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再带你去吃饭 嗯 你先去忙吧 没想到 还是个大老板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二成 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你挺好的 如果没有那片鱼糖的话 从我们吃饭开始 消息就一直在想 你长得这么好看 追求者应该不会少 不是的 他们只是朋友 是吗 我马上把他们删掉 你看都删掉了 我相信你 哇 这个包好好看啊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这是最新款的吧 都说了不要嘛 我男朋友非要买 好点吗 亲爱的 我最近看上了一个新出的包包 才十万 我想 亲爱的 怎么了 我最近公司资金出了些问题 啊 你能不能借我五十万 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亲爱的 我知道你平时有一些自己的存款 你先借我救救急 那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是 那你帮帮我 等下个月资金正常 我双倍还给你 行 这卡里有五十万 这些钱总算是吐出来了 你们怎么在这里 你说呢 你们好久不来耍我 这是我的公司 海王千千万 救你就混蛋 哎呀脚疼死了 快帮大哥垂一下 我男朋友有个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 哎 你住一点情相 人家女朋友在这里呢 妹子你别介意啊 我跟他就是兄弟 习惯了 我 没事的 我女朋友很大方的 不知道呢 还以为你们是一对呢 我跟他 谁愿意啊 怎么可能 哎 你不是说不喜欢花里胡哨的吗 怎么自己买新的了 哦 先先送的 我给你买了个新衣服 试试吧 这么花上 丑死了 不穿 还挺好看对吧 嗯 嗯 麦子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男朋友来接我 您多打个电话 无远接听 今天多归你来帮我搬家 不然我就累死了 你怎么临时了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啊 呃 我刚刚搬亲戚搬家 没看到 搬家 对啊 搬到你们楼下了 我们正哪算要一起买菜做饭呢 你是要 你来去吧 他是不是生气了 没事 本来他就不喜欢做饭 我问问他就好了 好吧 喂 喂 我喝多了 你可以来接我吗 你不会喝就别喝啊 在那等我 陌生人 哭过 又是千千 他喝多了 我去接他 他难道没有女性朋友吗 天天找你 他是我兄弟 你不要想太多嘛 分手吧 如果 我个人没有办法给两个人撑伞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好了好了 我不去找他了 不找他了 我把他杀了好吧 你看 对不起 刚那个电影谢霆锋好帅啊 嗯 哇 你看 谁啊 啊 啊 好 本来有急事 你先看啊 真无语 咱俩这么多年 还得穿个小号聊天 他也太小心眼了吧 麦子 别碰我 一生唯一的真爱 非你不可的决心 你真的不配 感情里没有主意 只有唯一 如果我不是你坚定的唯一选择 那我宁可不要 待会儿这个女生过来 我想跟她表白 你们配合一下 哦好 你是干嘛 她是我女朋友 谁是你女朋友啊 我昨天已经发信息 跟你说分手了 什么 你果然没看到我信息是吧 正常 因为你眼里永远只有 那个青梅竹马静静 嗨 嫂子 你是 你们两个一模一样 麦子 谢果大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 别乱叫 麦子 她我干妹妹 什么妹妹啊 我是你大哥好吗 对对对 不是说好今天去我爸妈家吗 你为什么不听电话 唉 你干嘛走那么快 也不 等我 你什么意思 静静她失业了 我带她去玩 手机又关机了 所以你把我爸妈晾在一边 陪她去玩 哎呀 嫂子 你不要生气嘛 我们买的芒果 你要不要尝一下 对 芒果很甜的 你尝尝 我芒果过敏 麦子 你听我解释 放手 解释什么 你对她的喜好了如指掌 吹得我的事情一点都不上心是吧 我没有 你要是喜欢她 你就直接告诉我 我不会缠着你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保证 我以后绝对跟她保持距离 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宝贝 我今天有点累 我先睡了 晚安 宝贝 晚安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分手吧 我都跟你解释了 你还想我怎么样吗 道歉有用的话 干嘛提分手啊 你谁啊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青梅珠吗 浩轩 你也有些 hebben 浩轩 你心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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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痕